最近美国出了一系列重要文件 其中包括10月12号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然后10月27号很有意思 一天连出了三份报告 国防战略报告 National Defense Report 然后导弹防御报告 Missile Defense Report 另外就是第三份你刚才讲到了 核态势评估报告 英文叫Nuclear Posture Review 27号连发了三个报告 那么10月12号那个报告 我们以前稍微谈一点 然后27号的三份报告 我们没有谈 那么正好这个时候我们谈一下 三份报告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就是把中国放到最高的防范位置 第二呢 俄罗斯尽管美国看得很重 但是基本上很有意思 战略上把它放到伊朗一个水平 这对俄罗斯面子上有点不好看 就紧迫了 但是这不是很重要的挑战 跟伊朗一个水平 第三个就跟你这个问题有关了 对核非常接踵 这个降低了核门槛 要大力发展这个战术核武器 降低核门槛 第四个呢 哎呀就对中国啊 就是从那个战略上 对中国重视落到核上面了 看来他以后在不光是全球战略 把中国当对手 在核战略上以后又把我们当对手了 所以这次报告有个特点 就是对咱们火箭军呢 有一个特别详细介绍的 特别详细 每一个旅啊 每一个基地 多少个单位 然后哪些是作战旅 哪些是那个 其他配套的那个单位啊 讲得很清楚很清楚 那个 然后呢 现在看来还有具体的 针对的部署 在核问题上 针对的部署啊 这个以后可能 就比如中美发生冲突 那个我们叫防范这些东西了 第一 他要常规对抗输掉啊 他很可能用战术核武器 这是中国要注意的 对吧 那个 另外呢 那个具体的 那个 就是针对中国的那个核部署啊 大概是三个基地 对付我们 一个呢 就是关岛 他要加强 一个呢 就是达尔文港 就是澳大利亚 还有一个呢 就是印度洋的迪哥亚西亚基地 准备三条线路 用导弹远程打击 还用隐形飞机渗透打击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对吧 所以这个 当然 这个报告 其实我看那个 好多朋友都 都点评过 对吧 就是2月27 10月27号的报告 那个 总特点就是我刚才讲的 中国定义为 主要战略对手 甚至未来是唯一 对吧 然后俄罗斯的地位 大大下降 就降得跟伊朗一个水平 然后就是很危险 降低核门坎 这个非常危险 对吧 因为 毕竟 美国是地球上 唯一一个真的使用过 核武器的国家 对不对 而且他 应该讲他的 核武器质量最好 数量 但数量有争议 他老说 俄罗斯比我多 这个搞不清楚了 那个 有可能数量对的 但反正我们都 认定就是 美国应该讲 是就拥有最强大的 核打击能力 对吧 你拥有最强大的 核打击能力 历史上你要用过 你现在要降低 核门坎 这对 全球和平 是个威胁啊 然后现在更麻烦的是 就在核武器问题上 他现在都开始把中国当主要对手 他真的开始部署 反正我观察 他基本上 是这样 对我们的核力量 他很了解的 然后呢 现在部署是很有针对性的 对于就是在我们南方啊 形成一个三角 那个 关岛 靠东一点 中间是那个达尔文港 所以就是 澳大利亚北边 是吧 然后就是 印度洋的迪格加西亚 一个三角典地的一个态势 这个 坦率讲啊 对我们是构成威胁的 所以我看那个 咱们外交部发言还批评他一下 对吧 那个 这个很不符合世界潮流的 对吧 所以我看那个 前几天 诺贝尔和民奖给 奥巴马也白给了 对不对 给了就翻脸啊 那个 总之 这个 就上个月吧 他的四份报告啊 10月12号的报告 10月27号的三份报告 四份报告 我们作为搞战略研究的人 都要充分的重视 要仔细的研读啊 那个 但是你会发现 这四份报告 他的内在的脉络啊 在中国问题上 立场完全一致 对吧 把中国当主要对手 然后 未来十年是竞争的关键 要动用全世界的 他的调动的力量 来对付我们 不光是他自己 全国力量 全世界盟友力量 都会调动 然后最后落到 最后的杀手键 核武器 他都要用来 主要对付我们 哎呀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吧 对吧 这个东西 我们可能也不能抱怨吧 对吧 你跟美国讲 你不能这么看 没什么用 因为美国人很倔的 他老大 你跟他这么说 没有用 我们只好做好自己的事 哎 然后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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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的力量 搞上去 是吧 使得他 比如说 想想整理啊 那个 你力量很强 他有反弹 让他感到痛 这个时候 他就会 收敛一点 所以大概 大概我们想到这样 就是说 既然战略上 他把我们当对手 他力量又大 又准备全力以赴 对付我们 所以我们做好准备吧 我们压力会非常大 我们内部要做好 内部各方面事实要做好 国际上也要做好 军事上 这个要做好 包括核武器 所以 再次呼应一下 老胡去年那个提议 赶紧把那个核弹 都搞得一千位以上 那个 对不对 而且那个 种类要多样化 我们也得有 那个 战术核武器手段 对吧 因为他要逐步升级 你要没有 逐步升级的手段 那里很尴尬 对不对 所以核武器的量 质 都得迅速的扩大 当然 这只是一个方面 更大的方面 就是我前面讲了 国内的经济 社会管理 科技 都要好好发展 对不对 国际上的广交朋友 这个 提出更好的 这个治理理念 就是多方面的工作吧 但是其中 因为我们最后谈到了核 这个玩意挺吓人的 那也不能找救世主 我们不能 首先 在核的问题上 首先不能祈祷 美国人的善意 对吧 那是很愚蠢的 也不能找救世主 第三方 没有第三方 知道吧 对方的善意不可靠 或者没有善意 第三方又没有 什么 就靠自己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所以这是很严峻的一个情况 那个 但是反正躲不过去呗 对吧 那就好好地应对呗 我相信 这个 咱们党啊 党中央啊 习主席 他那个 智慧是够的啊 肯定 会注意到 这个问题啊 然后也会肯定 拿出相应的办法 我们反正 认真的做 这个 就可以 这个东西呢 很专业啊 因为我并不是研究 这个专业的 虽然对于那个国际问题的某些其他方面 比如中美关系啊 大国关系啊 周边关系 有点了解 但这个东西很专业 所以坦率讲呢 我其实严格讲 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啊 当我作为军迷吧 我有点关心这个东西 因为就我了解呢 咱们国家呢 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发展那个核战略威慑啊 那个坦率讲 是挺早的 是吧 就是前老啊 前生一回国 我们就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嘛 对吧 同学我们也挺早的 不是很晚的 那个 因此呢 另外就是起点非常高 虽然比美俄 美苏晚一点 但是不是太晚 50年代其实开始研究了 另外起点是相当高的 是吧 那个 然后呢 这个这方面应该讲啊 我们发展也还可以 那个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 核力量体系应该是非常完整 有战略 有战术 都有 因为军迷都知道 我们早就有中子弹了吧 知道吧 中子弹就可以当作战术武器嘛 因为它不杀伤设备 辐射很小的 对吧 一个中子弹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 人员可以杀伤 设备不受影响 没有核辐射 这个我们早就有了 对不对 那个 所以我觉得这样 就是咱们呢 应该讲这方面能力是有的 那限于过去两个东西 一个没钱 本上这些财政很困难 没钱 那个 另外呢 因为毕竟是追赶嘛 然后工业基础差 所以本上之前 那个技术也不是最好的 造太多也没有意思 对吧 第一没钱造不了那么多 第二呢 我们技术不是最先进的 所以造太多等于有点 有点鸡肋 再加上战略 很长时间我们的战略呢 就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然后够用就行 就跟那个涛光养晦 战略思路差不多 这个 所以几个东西合在一块 所以我们呢 应该讲能力是有的 而且体系是很完整的 战术战略都有的 但是呢量是很少的 那现在呢 就是形势变了 对吧 这个我们就得改变 因为形势变了 你不变那不就是 亡民主义了吗 教条主义了吗 扣手交件了吗 对不对 形势变了 现在美国都帮我们当对手 而且降低核门款 真准备用的吧 而且这个威胁多样化 那所以我估计我们现在 就必须得改变核战略 是吧 加强那个反制能力 那个 然后我相信啊 一旦我们做了这个决心 我们很快会显示出这个能力 因为中国人一般就是这样 一般不出手 出手是不一般的 对不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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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酒桌上 那种高手 就是一般不喝酒 不喝一般酒 喝起来就不一般 对吧 中国就是这种国家 知道吧 所以那个 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随着美国这个 对我们的核威是越来越强 我相信我们的反制 也会越来越强 而且一旦我们决心反制 我相信会做得非常好 对我们的这个 对我们的核威是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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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厉害 越来越来越来越越我越好